解释第十三章第十一节 可有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 有两角鱼同羊羔 说话好将龙 牧师人刚才我想的概念就是 不知道是否这样看呢 以前我们小时候玩笔仙 玩叠仙都动的 在一个低级和灵界的较为交通 真是有效的 会否整个人的历史到现在 电脑或者AI 可以与灵界接近 可以借着两支电脑去演活完整的灵界 例如撒旦各方面的能力 天灵座是两个圆圆、两个飞碟 会否一边就是撒旦 一边就是神那边、天使那边 现在撒旦可以借着这东西 这样交通到 而掌管到 守智灵界里面有执政掌权的 level的邪灵 可以用到在地上 控制在地上 其实有一件事就是 我们从一个理论 你就知道 AI其实慢慢借着量子电脑 是否可以交通灵界 其实由头到尾 主耶稣都说 旧耶稣都说 有历史以来 只要人类打开一个波图 不理你用什么方式 你用叠线方式、筆线方式 用其他任何塔罗牌方式 任何人你主动打开波图 灵界就会跟你沟通 无论你用什么工具 你用什么自己人类设计出来的 方案、方法、指牌都可以 何况量子电脑 量子电脑设计出来 和我们说商设计出来 就是想打开波图 和另一个地面的沟通 因为这个就是 人的free view 在神速创造的万物里面 一直是容许的 一直都是 人用自己的脑 都可以与灵界沟通 你不要说 你设计出来很多其他东西 因为原因就是 这个就是神所创造的环境 因为一条鱼不行 一条鱼不会因为 某大先人指点的 金鱼变成色役 不会的 没有这样的东西 但是人却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从人开始创造 就已经从灵界成为我们的根源 从一开始创造 我们已经预备了 我们是成为灵界的一份子 教会是什么 教会会成为辛苦 我们成为熟灵人 所以人一向是可以 由创造开始 只要打开波图就可以了 这个波图 无论用什么方式 用它们 charming 的方式 用它们 修炼的方式 用它们 装香的方式 或者用它们 自己设计出来的 VG Board 即是碟线 都已经可以 和灵界交通 可否 用科技去做这些东西 你说它可不可以 它一定可以 因为这个是神 特意让人类 可以这样做的 所以你会看到 就算没有科技的时代 都有灵媒 所以现在人类 已经打开了 这些东西 已经是打开 所谓的 所谓的 监多拉盒子 已经是 收工 已经是 用科技方式 去 练习这些东西 但是最疯狂的是 以前来说 就是VG Board 或者是什么 最多是给个A 在这里答Yes 或是No Yes No 它也不是 控制了你的交通 控制了你的红绿灯 控制了你的飞机 控制了你的时间表 控制了你的电话 控制了你的资讯 放不放出去 交给别人找 把你自己的私人 打开了 也不会控制了 你自己家的闭路电视 也不会控制了 你的私人电话 也不会控制了 你所有的电脑 file 以前不会的 是吧 就是 只是Yes 或是No 但是 现在的电脑 是Yes 或是No 是一和零 但是 现在你用AI 把这东西交给他 AI 就已经可以将 去到这个时代 我们已经所有东西 哪一东西 不是借着电子的联系 或者推动 去改善 或者影响 或者推动我们的人生 或者推动我们自己的事业 所以现在 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因为 总之将电脑 和另一个 Dimension 沟通的话 已经玩完了 因为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玩完了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一定玩完了 因为圣经从来说 我们不可以去接触 Demons 不可以接触 另一个Dimension 从来都是不可以的 因为天下人间 不可以除了主耶稣之外 你可以去Tem with 或者进度灵界 没有可能的 因为自从人习惯之后 人类接触的灵界只有一个 你怎样的Dimension 你数到十一 十二 二二 九百多Dimension 都是一定邪灵 因为天下人间 只有借着主耶稣 基督 我们才可以接触 神的灵 如果不是主耶稣 就不用来 因为他都说明 这个是only one only way 这个根本在我们信主 那么多年都已经知道 每个中派都说 基督教你太过我独孙 就是因为 这个是only way 解释第十三章 第十一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 从地中上来 有两角鱼和羊羔 说话好障隆 我专为恩主 共生于世上 为我付代价 让罪财尊尊尚 并莫然为我受罚原十家伤 我专为恩主 此世间救赎 付上述罪财 负责痛受伤 大开心家伤 结尽了污尾 他都还愿赎 悲伤 神知已写身旧熟患 我每日回想 神知已洗清重醉汪 会受万人敬仰 多挂十家伏本尊尊 救赎我 只得我烈灵 将迷梦人生 全改变战灵